你知道Karis渲染软件吗? 这是一款有着革命意义的CPU独立渲染软件 它出现的最大意义在于能够帮助CG艺术家完成超大型场景的开发制作 独特的内存优化使其可以对数以亿计的高精度模型进行实施编辑 效率与质量同步提升 配合强大的粒子散布功能 让你完全享受所见即所得的创作过程 Karis在独业负责着联盟无限战争、环太平安2、功效机动队、星球崛弃等好莱坞大片中都有使用 在高端视觉效果方面有着无懈可击的地位 受到许多大型特效公司及工作室的青睐 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工业光摩和Double Active等 大家好,我是秦瑶 现任BaseFX数据环境与汇景部门总监 从事电影特效行业10年 参与了《复联3》、《美国队长2》、《星球大战7》、《人者神规变种时代》、《环太平洋》、《周妖记》等超过50部国内外电影的后期特效制作 也是在国内第一批使用Karis软件参与电影项目的艺术家第一 在制作这套教程之前 作为BaseFX数据环境与汇景部门总监 在长城《星际迷航3》、《周妖记2》、《协不压证》等影片中 我们都使用了Karis来进行资产的整合和渲染工作 获得了大量的实战经验 课程的开始会先通过基础的软件学习进入我们的教学 首先会学到Karis软件的基本操作与界面 学习如何将模型和贴图资产导入Karis进行处理和编辑 然后学习材质和灯光方面的知识 在Karis中进行BookDev的制作等 接下来重点学习Karis中的粒子散布与笔刷的功能 深入了解Karis在场景修饰方面处理细节的能力 最后会讲解一些关键证动画 VDP格式编辑 程序文理的创建 渲染设置的优化等等 在掌握了Karis的软件使用之后 我会对蔚蓝港湾、水下思雨与无眠之城 这三个大型案例进行讲解 每个案例都贯穿从资产的准备和制作 到在Karis中制作LookDev以及场景修饰和最终渲染与合成 在蔚蓝港湾的案例中 首先会教大家如何结合World Creator 实时的创建三维地形与贴图 接下来整合资产在Karis里搭建海岛场景 利用World Creator里生成的遮罩制作植物的分布等 在水下思雨的案例中 我会重点讲解水下资产的创建 New ZBrush和SPU Tree制作石头模型和动态的水草资产 并在玛雅中制作简单的角色动画 最终在Karis里制作资产的分布 调整细节和渲染 在6个中添加水下杂志等效果 然后在无眠之城的案例中 我会结合CT Engine来创建城市分布 在Karis中通过程序化的方式来创建一座大型城市 最后在Photoshop里对画面进行润色 其中也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在Karis中如何使用Python 制作一些简单的工具 辅助镜头的制作等 三个案例涉及Karis Maya World Creator SpeedTree City Engine ZBrush Photoshop 六可等多个软件的配合使用 我会把个人在制作大型场景方面的经验和技巧分享给大家 这些经验不仅适用于电影场景和三维动画的领域 也非常适合概念设计师 如果你对创建电影集的CG大型场景很兴趣 快加入进来一起学习吧 学习过程中还有疑问 可以立即加入正版课程的学习交流群 讲师实施在线答疑 与精英学员互相学习 还可以登陆一胡网 搜索课程ID号 获取完整学习课件 工程文件等资料 扫一扫 任何问题 小美胡都能帮助你啦 小美胡都能帮助你 工程文件等 老婆 工程文件等 工程文件等